此寸的一年假事 小崔有一句话 条条大路不一定通往罗马 但一定通往社会站 小崔 为什么总会有那么多社会站 想想真有道理 大叔真可爱 我们从小听的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他说不一定通罗马 但是一定通收费站 没有多少收费站 这大叔怎么会觉得有那么多收费站呢 我告诉你 我们有准确的数字 现在咱们全国一共才有86053个收费站 那还不叫多吗 不是 这是公开的 还有偷偷的呢 你都不知道它是收费站 它就收了你钱了 对吧 有好多种方式 其实也没收多少钱 8万多收费站一年收入才4000亿 4000亿还不多 不是 人口基数大呀 平摊下来我们每个人每年才交了307块钱 这为什么会有8万多收费站呢 天哪 超4000亿 对呀 有的事就怕这么想 有的时候我们说1块2块10块8块 包括停车位就算了 无所谓 但是你一算具体的数真的吓死你 这一年就4000亿了 这4000亿用到医疗上 用到教学上 好多事都解决了 就是积少成多 我觉得这些钱确实不多 但是它是我们的权益 对吧 我们这些小的权益 一定把它守好 对 不该收的钱 不该收的钱 一分钱都不要让它收走 对 说得好 4000亿 好的 4000亿我们都包机可以去罗马了 来用走大陆 对吧 去完罗马 顺便去罗马尼亚 好好好 打住 不在一个城市 对对对 打住打住了 明白这事了 来 下一位